民眾住在窗邊目睹這驚人一幕 只見對面的大樓被炸成斷源殘壁 現場不斷冒出濃濃黑煙 還有在現場報導的土耳其記者 捕捉到俄羅斯戰機飛過 接下來就看到車輛前方突然發生大爆炸 震波甚至還讓攝影機同步停晃動 剛剛看到的畫面都是俄軍在距離烏克蘭首都基辅 約22公里遠的伊爾平發動的連環攻擊 CNN分析俄軍的首要任務雖然是要拿下基辅 但遭到烏克蘭頑強抵抗 現在俄軍的戰術改成先奪取基辅附近城市 俄軍殺紅眼 基辅以西約100公里的日戳米爾也發生空戰 傳出有4家烏克蘭蘇凱27戰機被擊落 不止有大樓被飛彈擊中 這間學校也被炸得體無完膚 烏克蘭軍摧毀橋梁阻止俄軍進入基辅 只是一旦俄軍的後庭路是到位 基辅包圍戰學時可能成行 CNN分析普京的策略是夺下烏克蘭的海岸線和第二大城哈爾科夫做好萬全準備 代替權力拿下基辅 體育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